上期特期 我们曾经给大家带来一次 韩国老地山寨玩具的内容 奇葩 不少迷友真是小刀割屁股 开了眼了 如此嚣张的山寨文化 还真是挺猎奇的 很多朋友反响如说这样 还想再看 甚至在我们的油管频道 还真的有韩国的网友 前来打卡斯米达 那么既然这么有影响力 我们就再来体验一次 更加奇葩的韩国山寨老地玩具 上次呢我们主打的是那个超级戏 那么今天 我们将揭露一个模型史上 更加荒诞的真相 和馆长一同探寻30年前 小棒要手中最奇葩的真实戏机甲 对于文化上的包容与对话 大汗至今从未虚过 你有古道西风寿吗 我有阿姨西班老马 其实那代山寨动画 抬拳飞机器人扎扎实实 给日本魔神赏了一颗 成为了韩国机家史上永远的神话 但追逐的脚步从未停止 1979年日本动画 基督战士0079的放缩 逐渐让高达在全世界范围里升温 大汗基本在七八十年代的动画山寨节奏 就是你只要敢出一个我就敢山寨一个 那高达的面试打破了这个定律 我要山寨两个 一个呢是很多没有耳闻的传说 宇宙黑骑士 这是一部注重人文色彩的作品 意思呢就是它只抄袭人物啊 没货害机甲 随着网络的发达呢 不难查询到这部山寨动画 在这个观感上 就像B站上啊 流行的很多不要笑啊 什么请客大挑战 熟悉的面孔 尴尬的抠景 他每集套路都是一样事儿的 人们寂寞人寂寞人 而另一部 则是硬科幻巨著高达A 高达A 意思呢就是它只山寨了机甲 没山寨下哑 按理说两部片 就在制作上都还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为什么一定要山寨别人的设计呢 总管所有韩国山寨机甲动画片啊 全部都是重塑的故事 剧情世界观啊 重新作画 却一定要山寨已经成功的 他国人物习下 市场大汉没有设计能力吗 这极有可能是为了 更高回报的山寨玩具 高一盗版的原模 简单的开发 高地成本的出口 也就成就了当年 众多的韩地山寨高达 而他们当中 谁才是最适流的杠格啦 上世纪日本对韩国盗版的控诉 从未间断 前有跆拳兵 后有高达 哎 这个欧巴呀 你到底能不能欢呼国家祸祸啊 大汗一心子 哎 对呀 我为什么不能将 各个大国的顶级 你爱比山寨岛一起呢 谁家 终于 在上世纪90年代 最适流的韩国山寨高达诞生了 它融合了机动战士 变形金刚和特色作品啊 三个当年最顶级的门类于一身 三十年后的今天 即便是在韩国也是难得一见 这 就是它的真身 阿猫 马赘亚 如此完好的品项 让我们完美近距离来解开三十年前的真相 这个竖着大拇指的厂牌叫做鹰老板 哎 它并不是什么布齐尔的山寨小厂 上世纪制作七栋玩具枪起家 在九十年代 成为韩国首居一指的机器人玩具制造商了 再看力会 而X782再接难逃 元祖三是老模啊 三代的出镜率也是最高 那么 熟悉变形金刚G1等民友 应该可以看出身体 应该是当年汽车人 浮用率最高的素体 警车 蓝皮力 烟墓 全是这一造型 也是馆长超喜欢的变形体之一 从当步甚至不能看出对警车的还原也是细致如飞 左下角呢还有一位驾驶员 他驾驶着越野摩托瞬间驶入了馆长的知识盲区员 这应该是山寨的某位战队队员吧 知道的朋友请打在冰屏上 如同名一样的包装 唯有一丝实物图片的露出 遥想当年小朋友看到之后是多么的 遭养难耐 真是三位一体 一见三连我们现在就来开启他 拆除之后 发现玩具的造型配色和封面也就是差的太多了吧 这个肚子明明是特色的机甲 这个脑海里的期待值应该是这样的呀 我现在隔着30年的鸿沟 都能感受到当年小伴友们失望的表情 取出主体 不过有一说一啊 韩国真是专注山寨 30年用心来山寨 这个用料手感和关节紧实度 真的是很多当年大厂才有的水准啊 别看背后透脚残酷人度 分量居然还挺追走 可能是因为大吧 装备上5G来观赏一下 还真是别有一番泡菜风味 那么喜欢收藏机关的迷友 应该还能勉强接受啊 再看驾驶员 从四肢上颠度的绑带 可以判断这是山寨八九十年代战队玩具 距离是哪个英雄我就知不到了 可动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但也正是这种跌脚的可动啊 让他根本无法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只能摆从这种姿势非常的炫酷 但是和机甲对比一下 我感觉这套玩具 似乎还考虑到了人偶与宰具的比例关系的一致 真的韩国老地玩具都是很少见的 那么我们赶紧来将它变形吧 变成车型之后啊 发现伪招形态居然还有点考究 并不像其他韩国山寨湖边乱造的儿童玩具 当我看到隐形盖板时 这个H忽然让我发现了一个 掩藏在玩具随跃中的蹊跷 为了证明馆长的猜想 我们迅速对韩国现代车系的 历史车型做了调查 我不欺然 在90年代中起 韩国现代旗下主推了一款车型 就叫MASIA 就是这个logo 这是一款入门型豪华轿车 而车型与玩具的伪装形态一模一样 再深入调查 发现上世纪英老板这一玩具厂牌 和现代MASIA 都有过制造变形玩具的合作 虽然我们没有合作的具体信息 但我们完全可以大胆的推测 这极有可能就是当年韩国国民龙头企业的官方广告玩具 我从越来高达变形金刚才一种童年回忆 都是不远万里给您卖车来了 今天看来 这才是真正的 不要笑挑战 又好笑又尴尬 OK 你们看到这里 奉劝大家一句 韩国老弟玩具呢在市面上非常的昂贵 而且对我们来说毫无情怀根本没有什么收藏价格 这个东西我买来呢是给大家了解趣味 这个你买来可就是花冤枉钱的 不过这些东西啊 会给当年的韩国小朋友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 这也许就够了 但是 他们至今可能都没有真正了解过经典吧 我们也没有必要一味去嘲笑 因为如此嚣张的摆烂 我们也不是没有 比如 我足 那么最后啊 相信看我节目的朋友 都是有为的青年 只有正式历史 敢于创造 哪怕失败 也是一个民族 勇于崛起的基石 如果观看节目的观众粉丝中 有一天能带上出走向世界的优秀玩具设计师 制作人 唉 那将是馆长莫大的荣幸 加油吧 少年们 我们下期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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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